為什麼要走三次 做三次的冠頂 一個是十人金剛冠頂 一個是祈求十人金剛給你做懺悔的冠頂 第三個是你的上司 祈求你的上司給你加持的冠頂 那個也是懺悔 冠頂就是懺悔 那你修一堂懺悔 也是在做懺悔的 那 師尊本人也要常常反省自己 有沒有做錯事啊 有沒有講錯話啊 意念有沒有親近啊 自己的行為啊 得當不得當啊 所以修行人本身啊 像我們出家的 他有講過 坐如松 坐起來 坐如鐘啊 坐的時候啊 像一個鐘一樣不動 空箭一樣啊 空箭一樣彎曲 立如松 站的時候啊 站有站向 坐有坐向 或有或向 或有或向 行走的時候啊 行走的時候啊 這個就是 這個行啊 要像跟轟一樣 像轟 這個是 坐如鐘 立如松 這個 握如風 行 行如風 那個就是 莊嚴威儀 威儀啊 有一個威儀 出家人 都有一個威儀的像 你施了這個威儀 就不像個出家人 就不像出家人 在外向上是這樣子 在內心上 要深口意親近 這樣才是一個真正的出家人 在家即是也是一樣的 你只要是一個行者 你就要深口意親近 在外向上面 一樣要做到 像我們心 出家人一樣 這一種威儀 威儀的像 要出來 才像個出家人 這就是六祖禪經裡面 現在講 要何以禮 何以禮 那一種禮貌的那一種禮 一定要有 不要失去威儀 我們在座的這個上師啊 教授師啊 法師啊 都不要失去這個 這個行者的這個威儀 我們修行啊 從外到內 從內到外 都要像一個行者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麼 它這裡有寫到 說 請師尊貫底 這個 懺悔 懺悔法 真佛寶燦 或 金剛心法 金剛心法 或 這個天色身法 這個天色身啊 天色身是很 很特別的 在密教裡面 才有天色身 因為 佛菩薩本身 它講起來是無形 無形 無像 但是在天上的天人 它本身都有天色身 都有它的莊圓像 你修天色身法 你要觀想你自己本身是一個天人 刀掛石啊 吃的東西 通通都是乾物 穿的衣服 是天衣從勤 你住的 你是黃金的風墊 你行的 像雲一樣的車 所謂天色身啊 也有天人啊 本身來講起來 它有它的莊圓像 像搖子金母 你看 這裡的搖子金母 很莊圓 我一直很讚歎 這裡的搖子金母 很讚歎 它的頭髮輸得很整齊 它的滑曼啊 輸得很整齊 它帶走這個宏觀 非常莊嚴的宏觀 就是天人的小帽 它穿的就是天衣 一種歸顏 而且不管怎麼樣子 它的花啊 它拿的東西 不會枯萎 它穿的衣服啊 永遠 清淨 永遠非常清淨 不會有 不用洗的 天衣是不用洗 它吃的呢 就是甘露 那是最清淨的食物 天人 吃的是甘露 最清淨的食物 你常常做 這個天人的觀像 它的相貌 它的相貌 莊嚴的相貌 它的衣服 清淨 它拿的花 也不會枯萎 它的全身呢 都是香氣 全身都是香氣 它不會發出 這個污濁的那一種氣出來 它身體自然有香味 發出自然的香氣 衣服是清淨 身體是清淨 意念是清淨 飲食是清淨 行動是清淨 它住的 就是清淨的宮殿 就是天色身的觀想 天色身的觀想 必須要做這樣子的觀想 天人的觀想 也要是金母本身有天色身 諸佛菩薩 一樣有天色身 因為它要顯現出來 一定顯現它的天色身 所以我們 密教行者 特別有天色身的修法 你如果常常觀想 所有佛菩薩的這個莊嚴像 常常觀想 你自己的面貌 也會變得非常的慈祥 而且你也沒有什麼幫忙 你漸漸的 會跟天人一樣的融合在一起 漸漸的跟清淨的天色身融合在一起 直接你可以顯現你自己本身的天色身 在修行到最後啊 你也會顯化天色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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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這個跟我們這個 忏悔話 也是有關連 那個 我們出教的路行人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要有莊嚴的天色身 天色身是非常莊嚴的 像要是金 像所有的佛菩薩 他顯現出來的外相 都是天色身的外相 他如果不顯現天色身 像佛菩薩不顯現天色身的話 你就看不到他了